巴黎气候协议 在各国代表起立鼓掌通过 而中国大陆也是签动协议 是否通过的关键国家之一 中国大陆代表认为 协议不完美 但是仍然感到满意 不过来自国际的民间团体 却是不完美的 却是大力的抨击 就算通过巴黎协议 全球还是会增温 涉事三度 根本无法解决燃眉之急 从大会会场步出的 各国谈判代表 带着在场内的兴奋鼓舞 笑容满面离开 见证巴黎协议通过的历史性一刻 而这次签动协议 能否顺利出炉的 关键国家之一中国 气候变化事务 特别代表谢振华 在离开会场的路上 遇到欧盟代表 还当场来个大拥抱庆祝 接受对方道谢 谢正华强调 虽然巴黎协议并不完美 但中国人感到满意 至于不完美何在 他认为已开发国家 钱给的不够多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支持 我们觉得应该还要进一步的加大力度 还应该在目标行动方面 还应该更有进一步的雄心和力度 相对于各国代表的鼓掌庆祝 无法参与谈判的民间团体 则是批评声道不断 尽管在巴黎恐怖攻击事件后 大型集会活动宣布停办 不过最后NGO团体 还是照办不误 高达上千人 穿戴红色衣物 自发来到凯旋门前的 大军团大街 集结抗议 众人拉起红色警戒线 诉求气候异常温度飙升 地球已经面临危机存亡 现在唯一解决的方案 是不要再制造污染 在巴黎时间12号 当地有两场大型的集会 为了维安法国政府 关闭了所有的地铁系统 不过还是没有阻挡民众 来到现场声援 来自国际的民间团体批评 这次就算通过了巴黎气候协议 全球增温还是会达到摄氏三度 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因此他们一定会 持续的抗争下去 以上是记者 我们在巴黎的采访报道 过去高铁退费困难 但是从12月开始 高铁遇到像是塑胶带 缠绕电线等等 可以规则于第三人的事故 导致雾点三十分钟以上 可以赔票价异常的陷阱 高铁这个月起 才新增三站通车 没想到上周五下午 云林站就发生倒叉讯号异常 造成一千八百名旅客 形成延误 过去耗制故障 可规则高铁的事故 只要延误三十分钟到六十分钟 旅客可以选择退半价 或不限区间半价乘车券 延误六十分钟以上可以全额退费 或是不限区间全额兑换券 但从十二月起通通改成退现金 退现金比较好比较实际 你也不一定会有下次的搭乘 另外过去不可规则高铁的物点都不赔 但新规定加入 只要发生原因 可规则于第三人 像是塑胶带 缠电线 人员闯入轨道等 延误半小时以上 可赔票价一成的现金 冷气坏掉则赔两成 而高铁也首次增订 赔偿旅客 因为物点而增加支出 例如交通住宿等费用 但必须经过高铁认定为必要性支出 才会赔偿 不过有民众认为 这是球员兼裁判的做法 如果民众遇上台风地震等 不可抗力的因素 导致延迟而增加 必要的费用 包括计程车费等 高铁将会一个案赔偿 接着我由林国宏台报导 彰化台湾玻璃馆 有一座玻璃镜面打造的黄金隧道 不过官方规定 入厂的民众要先买双蓝白托 才能够进到里面 除了减少镜面的磨损 也希望和生产蓝白托的厂商合作 一起来对抗对岸低价励质品 轻销的考验 走进玻璃馆的黄金隧道 四周全都是玻璃镜面组成 搭配金黄色的光线重复反射 造成视线错觉 就好像在迷宫里找不到出口 真的会找不到路吗 真的吗 对 而且还会撞墙 撞墙 撞了几次今天 好几次了 最特别的是在脚底下 透过镜面折射 感觉好像站在深不见底的悬崖上 不过仔细看看 每个进到隧道的游客 都有一双代表台湾精神的蓝白托 入口处摆着各种尺寸的蓝白托 游客只要花50块钱 就可以有一双 还有一双手套 而这双主打在地生产的蓝白托 可是有产业合作的精神 我们之前的光桥 因为大家穿鞋子 会模组到我们的界面 那我们在次设计的时候 特别去设计说 如何让它有防磨跟防刮的一个效果 原来当初彰化生产的蓝白托 受到对岸低价品倾销的冲击 价格杀到批发价了一半 本土业者快要撑不下去 而玻璃馆的创办人 想到产业合作 不仅可以降低尽命的磨损 还可以推销本土的蓝白托 受到大陆的一个低价的 一个削价的一个竞争 大概只有它的批发价的二分之一 所以我们董事长跟这个厂商 就是联合一业结合 官方说蓝白托一双50块钱 比外头还便宜 一年大约能够卖出15万双 占了制鞋工厂的三分之一产量 假日还常常卖到缺货 不仅让本土产业可以生存 产业合作更是成为地方的亮点 继续林健身彭幻群 张华报道 抗癌豆式选拔的活动 已经迈入了第九年 而今年 总共有44位的癌友报名 最后是选出了10位 希望借由活动 来鼓励癌友积极地面对治疗 看现在与两个儿子拍照 并乐观地与大家分享抗癌的过程 他是今年73岁的李淑子 20年前因为持续血尿一个月 误以为是更年期的症状 没想到是膀胱癌第三期 医师栽出他的膀胱 从此他必须装着尿袋生活 还有这位48岁的杨长辉 99年时被诊断出 多发性骨髓瘤第四期 经历三次并未通知 五次的骨髓移植 七次化学治疗等 但后来又因为化疗的副作用 导致四肢末梢神经退化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重新学习走路 终于爬上了阿里山 斯马库斯以及明池 而这位五十六岁的张竹川 从事肝洗液二十年 一直忽略肝洗剂的化学毒性 四年前突然口吐鲜血 送医诊断出肝癌末期 一连串治疗的副作用 令他相当痛苦 一度想放弃 但看见自己受养的流浪狗Ruby 后知瘫痪却生命力坚强 让他不放弃成功抗癌 抗癌都是选拔 至今已经迈入第九年 主办单位希望借由活动 鼓励癌友积极面对治疗 乐观勇敢抗癌 记者5月1日林国黄特区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